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各位好 我是袁爸爸 這節也是我和袁爸爸的聯合廣播 我們 已經來到立陶宛了 這個城市首都 維爾納斯 立陶宛 其實他的英文和拉脫維亞是很接近的 名字差不多 有時候也不知道怎麼翻譯 我以為兩個都是一個 原來不是 拉脫維亞的首都是李家 我們現在在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納斯 今天我們也看到了政府的官員 外交部 接下來我們會陸陸續續跟這邊的政府加強聯絡 為什麼我們要過來呢 立陶宛 其實 已經開放了給香港人 過來 如果沒有BNO的話 就會給香港人過來的 你住一年 你住滿五年 你就可以申請要入籍 拿歐盟護照 很難得 什麼條件都不用 是的 你看到這條路有很多條件 它就是你香港 香港的身份 比如香港的身份證 或者香港特區護照也好 BNO什麼都好 你早知道進來 他就不管你哪一個 親不親共也不管你 早知道給你五年 你居住夠 他就給你護照 給你歐盟護照 是的 很值錢的歐盟護照 分分鐘更好 英國護照 好過BNO BNO 是二級公民來的 現在也好一點的了 BNO也沒有以前那樣的二級 你還不給你英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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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滿五年就變成英國護照 BNO就住滿五年再加一年 六年 他就會被證認你是英國人 不過現在其實他也當你是英國人 你可以投票 英國人的福利也有得到 其實英國這次算是做得不錯的 就是盡回他的大國責任 我們過來 除了這件事之外 當然是為我們香港議會 爭取 國際的支持 按照聯合國的規定 所有的族群 我們香港人是一個特別的族群 我們很多東西都跟大陸不一樣 很明顯的 而且我們跟他脫離了這麼長時間 百多年 1841年開始 到1997年起碼 你根本整套制度 法律也好 教育也好 文化也好 都不同 核心價值 最重要是法律嘛 因為法律是保障的人 現在大陸的問題就是沒有法律 那些人 完全的 文化 根本是流氓的文化 流氓的文化 好像香港 最近社會很關心一件事 就是 公立醫院 公立醫院 他們以往就給了一些外國藥 現在就用大陸的成藥來代替 大陸的成藥其實是沒有註冊的 很多人在香港沒有註冊的 如果 用藥其實也不是很適合的 而且香港人 始終對大陸的藥沒有信心 我們其實之前 已經有報導過 因為我們有朋友 去政府那裏拿藥 政府那裏拿藥 他們說是大陸藥來的 已經報告了給我們 當時我們可能 那個標題太籠統了 沒說得很清楚 其實兩個星期前我們已經說了這件事 大陸藥有幾個問題 第一 他的純度 差遠 還有他那個最慘的 臨床測試也不夠 附載沒有辦法延遲出來 當到最後 因為他沒有法律 這批可以 下批不行 那你不要坐在那裏吃了 那如果沒有作用就沒有所謂 如果有副作用就很嚴重 所以大陸的問題大家都清楚了 沒有人負責的 你看看他的疫苗就知道了 根本吹到鬼那麼大 完全沒有作用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不清零 他用清零的辦法 希望可以拖多久 因為大陸說 已經打了十多億劑疫苗了 90%的人打了疫苗 那有甚麼用呢 跟打死下去沒有分別的 拿了十多眼拍的 但是那幫你收錢都麻煩了 但是那幫你收錢不斷打 ещё 因為覺得 hatingителей東西怎玩 있었 我們繼續說到立陶宛 立陶宛 剛剛網上傳出了一段短片 立陶宛 拆毀了通往嘉里寧格的鐵路 我們一時間很開心 立即上網查 查過之後 沒有任何國際傳媒 沒有俄語 也沒有立陶宛 有公信力的傳媒報導 他就不用拆了 實際是停了他的火車 他正在執行歐盟的制裁 不讓俄羅斯 得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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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人要運去 那些東西如果是禁運的話 他就不讓他過了 現在他只是遵守歐盟的規定 總之 你任何俄羅斯的物件 貨物 交通工具 飛機 全部不可以 擊進入歐盟的領空 領海領土 不讓你大條道理 說我遵守歐盟的 你有甚麼 別跟我說 跟大哥說 當然 立陶宛站得很硬 因為剛才我們沿途 走他吃飯回來 我們會經過 KGB 博物館 這裏叫做黑格勃 KGB 這裏叫做黑格勃 當然 大家也知道 裏面就記錄了很多 被前蘇聯 被黑格勃害死的人 很多是二十多歲的 當然 那個年代 應該就是 屬於二戰時期 45年死的 基本上就是被蘇聯的特務害死 當然 之後 到了蘇聯的 這個 佔領整個國家 更加多事發生 也有點像我們香港人 因為剛才我們看到1972年 有個年青人19歲的 小細琴家 他們就自罰 抗議蘇聯的 獨裁統治 令到很多人起來反抗 最終好像屠殺了2000人 這件事其實外面沒有人知道 因為 因為 相對立陶宛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所以他們的歷史 很多人是忽略了 我們來到這裏 我們也要去研究一下 也要看看他們的歷史 這個國家 我認為他們因為受了 蘇聯 那種 受了你那麼久的氣 也被你牽壓了 被你屠殺了那麼多人 現在這裏的人 對於蘇聯 俄羅斯是很反抗的 而且對我們香港也挺同情的 我們跟那個外長一談起 他對我們的情況非常之了解 我們當然要求他公投自決 要求他發起一個 在歐洲議會 一個活動 整個議會通過的決議 支持香港人的 自決公投 我跟他說 他也想得很清楚 這件事 沒有說不行的 因為很多時候 歐洲議會也支持過香港 制裁過香港 所以他就可以 可以這樣做 主要為了人權 跟中國沒有什麼 外交上的矛盾 也是根據聯合國的框架 因為聯合國是賦予 殖民地的人 有自決權 當然現在中共大肆想抹黑這段歷史 就說香港不是殖民地 其實就是防止我們 這樣做 其實中共已經出了招 他不斷強調香港不是殖民地 即是說 你們不是殖民地的人民 所以你們無權自決 基本上他們知道我們想做什麼 就封了我們的條路 即是說香港那些全部是大陸人 你們根本是大陸人 你們是大陸人 但是我們自己在心裏不知道我們是甚麼人 中國還沒有 已經有香港 那些是甚麼人 中國還沒有出生 那些是甚麼人 中國還沒有出生 而且 他就算想抹去這段歷史 也不是由你中共單方面 能夠改寫的 你改完沒用的 全世界都不會承認 當時香港發行的鈔票 全部都是殖民地的 法例也是殖民地 甚麼都是殖民地 你說你不承認 不可以 不是你一個人說了事 立陶宛我們來到這個國家其實感覺也不錯 當然 這個地方人口很少 整個國家只有280萬人口 相當麗麗 這個地方人口很乾淨 而且他們的伙計也很勤奮 跟歐洲就好像不一樣 真的很勤奮 相對 很勤奮 而且他們那個 英文程度也不錯 大部分人說英文溝通得到 你不要想到立陶宛說我不懂字 不是 完全英文可以溝通得到 他就取消了俄文作為第二語言 當然他有立陶宛說的語言 英文就是他第二語言 所以大家都拼命學 跟我們香港人一樣 而且 我們基本上接觸到任何人都懂英文的 大部分都懂英文的 未接觸到一個不懂英文的 所以 香港人其實來這裡生活 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你不是完全說你要學立陶宛語就麻煩而已 英文 基本上你也懂得看的 而且 這個國家是相對 很同情香港 因為他也是受共產主義的迫害 他明白我們香港人的感受 這個我覺得是他當時會開放給香港人的原因 就是 大家也是經歷了同一個 邪惡暴政 那麼多歐盟國家對付台灣 他是最尊重台灣的 所以他在這裏搞一個台灣的辦事處 就直接叫做台灣 中華民國那樣 對呀 中華民國的辦事處 就頂著中國 中國當然很生氣了 就制裁他 什麼生意又取消 取消那樣 他一直死定 他一直死定 在台灣這個 經驗上來看 他變成了 就是國位正義 很難得 所以我們希望跟他們多點合作 亦都為我們香港 未來的空間 爭取 更加大的國際空間 實際上你們如果誰 去不了英國 又去不了別的地方 想離開香港 你直接飛來這裏 你在寧倫敦轉機都可以 很多地方可以轉到機 通常是法蘭克福 或者是VC產保 那些飛機票都不貴的 來到這裏 你直接告訴他們 所以我們 要求在這裏 住久五年 他肯定有些文件給你的 給你居留籍 他立即給你居留籍 你住久五年 你就拿歐盟護照 那有什麼不好 我實在是 完全沒有投資問題 也沒有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好 好 好